兩個人相處 沒有什麼第一第二 甚至一家之主這個概念 我覺得在一起就是 他這次就是入圍金鐘 你會給他什麼鼓勵嗎 我有恭喜他 傳訊息跟當面恭喜都有 那憲哥有一直講說 如果他真的拿獎的話 家中地位會升高 你很大大 需要 這一個金鐘獎 來證明 誰才是一家之主 看別人 达达妳做到了 妳今天的廣告比老婆還多 柯佳彥 妳已經家裡是家裡的老二了 其實我一點不太懂這個邏輯 我覺得兩個人相處 就是在我們的觀念裡面 其實沒有什麼第一第二 甚至一家之主這個概念 我覺得在一起就是 所以也不會因為 會工作多或少 或是得不得獎這些事情 去影響什麼 那憲哥一直開玩笑 會不會覺得很困 我問他 他問 問經紀人 我還好 我還好 看到新聞的時候 說懷孕這件事情 大家是有 有嚇到嗎 我比較慢知道 沒有那麼痛苦啦 因為 休息的時候 也是讓自己 我有稍微就試試看 遠離社群 然後就發現沒有在用社群的時候 其實整個人感覺是比較清爽 因為現在大家可能太依賴社群 上面的資訊也比較 比較大量比較複雜 有時候妳一直吸收 短時間吸收這些圖案啊 或是資訊 是會 就是會 頭腦會比較辛苦 就感覺稍微休息一下 不舒服 那 消息的時候到底是跟有太陽 是妳的興趣 沒有耶 最近 前陣子可能都是在 整理家裡 然後讓自己去放空 就只是 重新去 過過生活 做點自己的事情 先下來 還是拍戲吧 算性的了解 就感覺還是 還是會 回到劇組 所以我還蠻珍惜 這一段放空的時間 她這次金鐘名單入圍 很多好朋友都入圍了 妳有沒有 就是恭喜 或是看好誰 我覺得她都演得很好耶 這個還是 留給評審去上腦筋好了 我該恭喜的都有恭喜 然後我也覺得 這有點像是 一年一度的 同學會的感覺 因為可能 這個工作 做久了 就熟面孔 或是認識的人 會越來越多 其實都還是開心啦 因為妳知道 每個人都很努力 所以妳今天要 受邀 或者要呼吸 這個感覺 欸 這個是 是 應該無所謂 對啊 對 我會去 我會去 但是就是 我覺得就是去 參加同學會 去看看大家